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CKGO頻道 這週的一個大件事件莫過於JP Morgan承認了操縱 包括黃金在內的期貨價格的指控 並且和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達成協議 以支付罰款將近11億收場 也就是同一與監管機構私了了 這個操縱期貨價格的手段稱之為spoofing 中文為謊騙,是一種違法行為 但這在銀行業中早已經不是新鮮事了 就在上一週,前德意志銀行的兩個交易員 才剛剛因為違法操作spoofing而被判決 在庭審中,他們還具體講了一下 這spoofing是怎麼操作的 這邊其中一個交易員Liu說 他們為了賣15份的期貨合同,也就是做空期貨 他們會讓另一個交易員Voli 先放入一個訂單假裝買入80份期貨 然後當期貨價格開始漲 Voli則會取消他的購買訂單 同時Liu執行他的賣出訂單 這邊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假設現在的黃金期貨的價格在這 他們真正想做的是在這個價格做空 所以Liu的訂單是在這個價格賣出15張黃金期貨 同時Voli放入一個大很多的買入期貨訂單 價格定在這 那別的投資者看到那麼大的做多訂單就會想 一定是有什麼好消息 期貨價格就會開始上升 觸發了Liu這邊的賣出期貨訂單 也就是Sell Order 同時Voli取消他的買入訂單Buy Order 期貨價格就會開始跌 Liu這邊就能獲利 這樣的操作就有點類似於 請很多人在餐廳裡坐著 等吸引到了真正的時刻 就打發走那一批群眾演員一樣 但你以為JP Morgan 就僅僅在利用這個套路牟利嗎? 不不不,這邊這張圖顯示了JP Morgan所擁有的黃金數量近來的聚增 表明了JP Morgan或許並不單單再靠spoofing來操縱期貨價格盈利 而是背後有著更大的一個目的 這裡面的水可深著呢 相信看完這個視頻你就會震驚於之中的內幕 這個視頻CK著實查詢了很多資料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點贊哦! 大家好,我是CK,一個致力於投資理財的頻道 每週三,周六準時更新視頻 記得訂閱以及點擊小鈴鐺來獲取最新視頻哦! 通常呢,說到黃金期貨 大家都會聯想到這張期貨背後所代表的實體黃金 就像是如果你買入黃金期貨 等到期貨到期如果沒有平倉的話 你就會得到相應數量的黃金 然而現實中卻不是那麼簡單 這張圖顯示的是資商所所有的黃金期貨的未平倉交易量 但這些期貨相對應的黃金 其實只有黃色的這一小部分 被稱之為Registered Gold 是可以在期貨到期期被兌換出去的 而紅色的區域稱之為Eligible Gold 雖然也是實體黃金 但這些黃金其實只是被主人寄存在那的 並不能夠通過黃金期貨被兌換出去 只有主人簽受了同意轉讓的協議之後 這些黃金才能從Eligible Gold變為Registered Gold 可以在期貨市場中被兌換 而剩下的所有綠色區域 則是連實體黃金支撐都沒有的紙張期貨 這也沒有太意外 畢竟不是每個人炒期貨都想要拿到實體黃金的 大部分都是選擇在期貨到期前平倉 這樣有沒有實體黃金也就不那麼重要 但就是為了預計最終能夠有多少黃金可以用來兌換 也是讓諮商所頭疼不已 在諮商所的memo中有提到 為了保守預計可兌換的實體黃金的數量 我們決定將Eligible Gold的數量打折50% 作為Registered Gold的數量 也就是說,因為諮商所也不知道有多少Eligible Gold 最終會被主人同意轉讓成為Registered Gold 保守起見,預計50% 也就是這邊紅色區域的一半 但現實是,諮商所也不能確定 有多少Eligible Gold 最終能夠成為Registered Gold 如果這些主人沒有轉讓的意願 諮商所也沒法強迫人賣手上的黃金 所以他們還在memo中留了一手 說最終這個百分比可能高於也可能低於假設的50% 作為最終可以被兌換的黃金供給的預估 那這又和JP Morgan操作的spoofing 背後的終極目的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我們看一下JP Morgan最近名下聚增的黃金數量 高達1000萬oz的黃金 居然是已經有主人的Eligible Gold 而這麼多有主人的黃金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就得說回JP Morgan靠spoofing操縱的期貨價格了 根據CFTC的文件顯示 大型銀行對黃金已經靜坐空很久了 數據顯示,這些大型銀行的做空比例高達44.6% 對比做多的14.5% 而大型銀行中 擁有黃金期貨合同最多的美國銀行又是誰呢? 不出意外的,排名第一的就是JP Morgan 第二則是高盛 也就是說,JP Morgan極有可能最近一直在做空黃金期貨 那這整個操作就會是怎麼樣的呢? JP Morgan做空黃金期貨 然後靠之前類似於德意志銀行所提到的 Spoofing空單操作來拉低期貨的價格 使得JP Morgan的賣出期貨獲利 同時,當期貨價格降低時 JP Morgan再以低價買入做多期貨持有到期 這樣一來,JP Morgan就可以成功以低價兌換這些黃金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JP Morgan賬上 突然間多出了那麼多有主人的黃金儲存 這張圖裡JP Morgan的黃金量是今年4月開始暴增的 而如果我們上CME智商所的官網查看一下 期貨合同今年為止的兌現量 我們找到黃金的部分 就會發現,CME的黃金兌現 從三月的2914,突然飆高到了4月的3萬多 也就是說,JP Morgan通過低價買入了這些黃金期貨 一直持有到期得到了黃金期貨的兌現 但這些兌現了的黃金並沒有重新流回到市場 卻是被標注已經有主人了 再回去看著諮商所這邊留有餘地的 提到的eligible gold可能小於50%的流通性就好理解得多 反正對這一批JP Morgan新拿到的實體黃金 短時間內絕對是不會吐出來的 而誰是這些黃金的主人呢? 極有可能就是這些JP Morgan的大客戶們 他們可能是想要低價買入實體黃金作為保值的風險對沖 也可能是低價買入後一直持有 等到下一個黃金的牛市漲幅,再脫手這些黃金獲利 這樣一環扣一環的操作 所以JP Morgan那麼快就和監管局達成了協議 付那10億的罰款私了 是因為他們已經賺到了大頭 就說說從這4月開始激增的800萬盎司的實體黃金 雖然不知道JP Morgan的平均買入期貨價是多少 但就按4月的價格1700美金一盎司來算的話 如果之後黃金重新回到2000美金 那也是24億的利潤 更不用說如果之後黃金飆到3000美金的話 相比之下這10億的罰款又算得了什麼呢? 這樣一通解釋是不是讓大家更清楚了解了 這簡單的spoofing背後的遊戲是怎麼玩的了? 希望這個視頻對大家有所幫助 喜歡這個視頻的話,記得訂閱點贊哦! 這邊這篇文章有對此更詳細的分析 我會把鏈接放在置頂評論中 我是CK,我們下期再見!